家人最大的能量 就是在於他們的不離不棄 貪氣家人追追林俊傑 與其肯定 因為現在打拚15年的成績 是家人遠揚守候的美通電話 第一次打回去給媽媽的手機 其實是偷偷的落淚的 因為會想念自己熟悉的環境 哭了嗎 哭了 母親的小驚喜 也讓林俊傑感動的流下眼淚 身為弟弟俏皮的JJ 挨了哥哥一個頭 還是拿著掃把 和哥哥開心的打鬧 父母親讓兩人不只學跆拳 也讓他們接觸古典樂 所以他們兩個性格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我跟我哥 就是他們兩個人的合體吧 自然自己有著媽媽的自由靈魂 從16歲就參加各式選秀 也錄到了新春期 也一決心要來台灣做音樂 和父親做出抗爭 許下了期限三年的協議 好 給我三年的時間 好 忘了是幾年的時間 那兩三年的時間 如果拼了兩三年 不怎麼樣 那我就回來繼續唸書 歌詞 字字句句 講的都是支持和回憶 獨自一人來台灣發展的那些年 沒有薪水 沒有信心 唯獨有的就是家人們的鼓勵 我們在怎麼忙 我們在怎麼叛逆 我們沒辦法否認 家人還是最重要的 接著文改成沒開庭 台北採訪報導